各位朋友好 這幾天政變的傳聞是滿天飛 都說北京發生大事了 習近平要被中共黨內的元老趕下臺了 最近也發生了很多支持這個傳聞的事件 比如說董瑤瓊他潑墨之後 中宣部就下令了全國各地要拆除習近平的畫像 陝西官員過去為了拍習近平的馬屁 搞了一個所謂的梁家河大學問的科研項目 現在也被取消了 前幾天黨的喉舌某一家報社 突然重提華國鋒當年承認錯誤的舊事 也影射了習近平也有一些錯誤需要承認等等 這些事件確實是耐人尋味 大家不要急 等了過幾天習近平是否能夠出訪非洲 也就能說明問題了 如果他順利的出去了又順利的回來了 那說明了這個政變還沒有發生 但是沒有發生呢 不意味著就不會發生 將來不會發生 比如說呢 後面還有北戴河會議 那個會議上啊 那個中共的那些老家伙 老領導 要匯聚一堂 那個時候正是向習近平發難的一個好時機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也可以 拭目以待看看會不會發生政變 那這些政變的傳聞不斷 說明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明了 政變符合人們的預期 什麼是符合預期呢 也就是說很多人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下 發生政變呢 是順理成章的 是合情合理的 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那習近平上台之前呢 給大家一個 憨厚老實的印象 但是上台之後啊 就性情大變 做了很多心狠手辣的事情 結下了不少的糧子 得罪了不少的人 他通過呢這個選擇性的反腐 打倒了一大批的 平民出身的官員 那既有江派的那個高官 像周永康啊 也有這個胡文派系的 深圳才 令計畫 等等這些人 這個還不算 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不把他拉下馬 他還會打倒更多的人 因為他呀 現在呀要搞終身制 獨裁制 要學毛澤東和學金正恩 如果他成功了 那麼任何派系的大佬 都會不安全 那隨時都會成為 劉少奇 成為張誠澤 也就是金正恩的那個被犬決的 辜負 被狗給咬死的辜負 那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辦法反個一擊的 從當前的局勢看呢 政變的可操作性 也非常的高 因為習近平呢 到處都是毛病 高層政變 會得到民間的認可 因為習近平不僅僅是得罪了高層 也得罪了富豪 得罪了中產階級 也得罪了社會底層 得罪了所有的人 習近平這些年來呀 玩政治 玩得太嗨了 但是經濟 卻搞得是一塌糊塗 所以富豪階層 紛紛跑路 中產階級 財富也大縮水 社會底層 也對習近平 這個很不滿 因為呀 你反腐 反來反去 對老百姓根本沒有得到實惠嗎 習近平沒有給大家帶來任何的利益 那麼對他呢 也就非常的厭惡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這幾年的施政 毛病太多了 我在4月23號的時候做過一個視頻 歷數了這個習近平的十大罪狀 就給體制內的各位提個醒 要搞倒習 理由非常的多 比如說 他篡改憲法 搞終身制 比如說他搞選擇性的反腐 打擊政敵 又比如說 他縱容家屬貪腐 比如說 他一帶一路 浪費中國人民的血汗錢 還比如說 他違背 小平同志 韜光養晦的政策 在國際上 四面塑敵 遭致 列強圍堵中共 等等等等 最新 哪一條 都可以讓他下台 昨天呢 我的這個戰友吳建民先生 又發表了新視頻 羅列了習近平的20條罪狀 把他勾結普京 這個高價買入 俄國石油的這個罪狀 侵佔數千亩糧田 為他父親 匈牧的 這個事件 也寫上去了 讓大家對倒習 政變 有更多的理由 拿倒習近平 這麼一個暴君呢 其實也不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呢 雖然坐在 主席的位置上面 但是位高 權威不重 基礎不牢靠 他一沒有軍功 二沒有政績 全靠他老爹的這個富英 老爹的裙袋關係 能上位 再就是靠他呀 這個善於裝風賣傻 善於溜絮排馬 所以才得到了這個中共高層的那些大佬的支持 最後 上了這個大位 他的這個支持度啊 並不是很堅實的 那些大佬可以支持他 也可以把他拉下馬 中共高層 現在 只要有一個兩個人 站出來呀 直刺習近平的這些罪狀 一定會引起 眾人的響應 強倒眾人推 政變就可以成功 中共高層的各位 大家想一想啊 你們不政變 那最後習近平一定會 把他這個獨裁制度 要搞成 那一旦搞成了之後 習近平就為刀主 你們就為魚肉 日子 就會生不如死 非常的不好過 所以 一定要政變 才有一條生路 那大家可能會問 如果是中共高層 成無一個是男兒 大家都不敢動 那怎麼辦 不要緊 不是還有軍隊和武警嗎 不是還可以兵變嗎 這兩年呢 這個退伍老兵不斷的上街抗議 就是因為中共啊 對他們 是棄之如必喜 不太拿他們當回事 那大家都知道啊 通過互聯網以後都知道 當兵的不如一頭鯉 中越戰爭 當時啊 死一個兵 中共啊給他們家屬撫恤金是八百塊 市場上賣一頭鯉 是一千五百塊 大家情何以堪呢 更何況現在呢 還有大家 增績面臨著 非常多的困窘啊 養老啊 就業啊 醫療啊 都沒有保障 大家一起上街鼓噪 退伍老兵本身是沒有什麼力量的 但是他們可以影響現役的軍人 影響現役軍人的軍心 現在軍隊當中啊 中下層軍心非常的不穩定 那麼軍隊高層呢 反響就更大了 習近平過去幾年呢 把八個上將 全部都關進監獄了 甚至是把他們整死了 中將、少將被整的那更是不計其數 整人的規模 幾乎可以和斯大林呢 當年的這個肅反相提並論 鬧得大家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現在呀 就看 誰先下手為強 習近平雖然是防備著兵變 讓軍隊和這個 武警呢 平時是人槍分離 槍彈分離 但是 誰能夠保得住啊 這個守武器庫的人不反水呀 誰又能擔保 那不會有人學當年的這個武昌的新軍 攻佔楚望臺的武器庫 所以請大家相信 軍人只要有心 那最後一定能把事情辦成 大家從上面的分析呀 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政變和兵變 那是遲早的事情 也就在今年半年一年之內 一定會發生 只有一件事情 可以阻止政變和兵變 那就是啊 先發生民變 政界和軍人呢 動作慢 老百姓忍不住 先動手 只有這樣才會阻止政變和兵變 把習近平拉下嘛 大家注意到沒有啊 與往年相比啊 今年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特別多 特別的頻密 規模也特別大 大型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幾乎每個月都有 更有意思的是 從今年4月份開始 群體性事件 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 那就是 出現了全國聯動 群體性事件的全國聯動 比如說啊 今年呢 這個就有斷友上街 這個有吊車司機罷工 有全國的卡車司機大罷工 幾次啊 都是全國聯動的 還有兩次 退伍老兵 這個從全國各地聚集到一個地方 也算是一種全國聯動 那這種聯動呢 力量特別大 因為過去啊 這個當個的群體性事件 中共會用 他們的這個 這個網格化的維穩體系 把它分解掉 從周邊呢 調集大量的武警 大量的警察 把群體性事件 那參與者包圍 然後切割 分割 然後最後呢 一邊鎮壓一邊分解 讓整個事件呢 最後就 被平息下去 但是 你如果是多個地區 一起動 那這個時候 他就沒有 這樣大的力量 從各地 把這個武警 和這個警察 調到一處 網格化的維穩體系 也就被破解了 這個體系一垮 中共就失去了保護 跟著 他也就要垮 群體性事件的這個起因呢 是因為老百姓的利益受損 大家一起來抗議 大家想一想 現在這個經濟下滑這麼快 加上貿易大戰不斷的升級 那吃虧最大的 就是老百姓 民間的怒氣 就是越來越旺盛 中共這方面呢 維穩消耗的資源呢 也就會越來越大 那維穩資源越大呀 他們就越要從老百姓身上 收掛更多的民子 民膏 這樣呢 反覆的這個惡性循環 那麼最後 總有一天 民間的這個抗爭 就會形成了一個 全國一起上的規模 只要 我們民間的這個民主團隊 民間的維權團隊 稍微加以鼓動串聯 最後一定會形成 全國多個地方 群體性事件 一起爆發 連成一片 全國各地的這個群體性事件 連成一片 那就是民變啊 民變發生之後 兵變 也接著 就會發生 現在 是民變和兵變政變 在比賽 看哪一個 先破局 不管哪一個先破局 都會引發 其他的兩個 一起來跟進 如果 是這個政變和兵變 先動 那民變一定會趁機而起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呢 過去60到多年當中啊 這個中共啊 積累了太多的問題 尤其是經濟問題 國家早就被掏空了 人民得不到實惠 你不管你高層 怎麼樣變 人民得不到實惠 那就一定要反 一定要爆發出來 這個時候啊 民變先行 軍隊呀 在老百姓的 趕招之下 在這個民間 新崛起的政治勢力的這個呼喚之下 那一定會站到人民的一邊 當 黨衛軍 啊 這個變成國防軍的時候 那個時候啊 他們就會倒逼 政治變革 政變 也就會發生 現在啊 中國 到了一個 大變局的前夕 大變是不可避免的了 已成定局 但是呢 這個 震盪有多大 時間有多長 是否能夠啊 順利的走向民主 這是事在人為 這是有很多的變數的 尤其是要取決於 民主陣營在這場大變局當中啊 他們的作為 看看民主派 能不能夠啊 成為 最大的一股政治勢力 只有民主派成為 最大的政治勢力 中國才能夠啊 走向民主 否則的話 如果是毛左派 如果是中共的這個 餘裂啊 從中共分裂出來的 這一些啊 利益集團 如果他們 掌控了 這個未來的變局 那麼 中國的民主 將會啊 非常的曲折 但是如果民主派 勢力啊 迅速的壯大 那麼我們就有可能 在短期之內 把中國推向民主憲政的方向 所以希望 各位民主同道 未與籌謀 做好準備 整個代彈 最後啊 一舉成功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